大家看到腳是沒有離地的 為什麼如果你說吊頸 怎麼可能腳沒有離地 還有真的不可能在醫院裡面 這麼多公安看著 可以說他可以吊頸死 還有也是他熬了這麼多年 二十多年了已經 怎麼可能到現在 虐打了這麼多年之後 牢獄困難 這麼困難的環境 就是弄到他失明 這樣的環境之下 他都熬過了 怎麼可能現在是自殺死呢 如果接受了傳媒訪問之後 幾天就說他自殺身亡 而又沒有了屍 搶走他的屍 其實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機會 是一個報復的事件